超过500位Fremont的居民 因为不满Oakland AIDS运动家队 计划在Fremont当地新建新的球场 今晚聚集在Webel小学举行示威 而AIDS球队方面表示 尊重居民的反对意见 但并未做出任何承诺 数以百计的居民高举着一致的海报 在Webel小学外的道路两旁 向过往的车辆表达诉求 要说明的立场只有一个 Oakland AIDS之前原本是在学校 向极少数的家长说明 有关球队计划在学校附近 Wall Spring Boulevard上的空地 作为新球场新建的替代方案 却引来超过500位居民前来示威 但球队方面表示 新建球场对于Fremont是有利的 我们为Fremont看到有十多变质 在群众的高声抗议下 AIDS允许让500名群众进入学校礼堂 与球队高层沟通 球队也向居民表示尊重他们反对的意见 但多位出席会议的示威群众说 并未感受到AIDS会接受他们看法的诚意 他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将再举行示威 奥克兰AIDS棒球队在2007年11月 向Fremont市政府提出了申请 希望将球场搬到Fremont的 Pacific Common购物中心的所在地 而这项计划受到当地的商家反对 AIDS于是在去年底将目光转向 Wall Springs一处的空地 虽然Fremont市政府强调 替代地点距离定案之言过早 却已经引发了许多 怀疑在内的居民的强烈反对 这个位于680与880公路之间 Wall Springs Boulevard上的空地 就是奥克兰AIDS向Fremont市府 提出的替代地点 附近居民大多数是亚裔 对球场的兴建有许多疑虑 奥克兰AIDS现在prefer的地点 非常靠近我们这边住宅区 这边都是我们Fremont 大部分华人居住的地方 然后680跟880 等于是我们从南湾到东湾 每天下班时间必经的瓶颈 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可以绕过这边 所以如果盖在这里的话 整个交通一定会瘫痪 Fremont市长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证实 市政府已经展开 对Wall Springs这个地点的环境影响评估 但距离定案还言之过早 我们正在做一个讨论 在其他选择的地方 现在是第一个地方 如果他们选择继续 将来在市议会的投票 必须在五名市议员当中 取得三票支持 市长从经济层面考量 希望不管最终选在哪个地点 AIDS都能落脚Fremont 当地华裔市议员 陈李素英也支持AIDS落脚Fremont 但希望地点能获得居民共事 目前有300位愤怒的居民组成 Fremont Citizens Network 反对AIDS在当地新建球场 并希望市府召开公厅会 听取居民的心声 应该要请一个公正的独立的第三个机构 来对他所宣称的他的运动场 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 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估 AIDS早已将新球场的命名 卖给了Cisco公司 新球场将取名为Cisco Field 至于球队是否改名还没有决定 原本在2007年5月 球队签署取得在 Pacific Commons购物中心的 226英亩土地使用权 打算干一个结合商场 与住家的球场村庄 不过由于附近Costco与Lowes 在内等大型商家的反对而放弃 才将目光转向 Warm Spring的替代地点 虽然AIDS也评估过 其他城市的地点 但AIDS冬主之一Kith Wolf 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目前Warm Spring 确实是个更好的地点 在这里的地点